期指的資金盤路是第二條的 今天趁著市場下跌的時候 可以說一說給大家聽 因為現在期指跌了497點 恆指跌了528點 大部分人關心是找位的 為什麼呢? 你現在跌下去是空的下面 全部都沒有東西的 究竟怎麼搞呢? 我們利用資金盤路去幫幫忙 這個是日常圖的 基本上如果要看的話很恐怖 因為去到25,900才真的有一個承托 我們來找資金盤路去做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即時 即時其實今早早 基本上在27,000多做一個很大的密集 它一跌下來的時候很快 下來就是26,800 應該是下午時份 現在應該兩點多鐘 曾經在上面 短線的話找個位是26,950 下午的話呢 即是下面的位是26,920 OK 明顯是穿了 好了 看看收市收到什麼價 因為看到這兩個位置 下午的大位已經找到了 如果我們朋友想找期指發展是怎樣 沒有理由去看25,000多 那怎麼辦呢? 開一個資金盤路 即是購買了朋友 然後你把時間軸去拉 拉到什麼呢? 你拉到一個很大的密集區 你看到了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密集區 很大的位置 其實已經反映了給你聽 那個短期的集中位 就在7月21號到11號做了 做了幾次呢? 就是做26,860 OK 就是26,860 大概的位置就看到了 好了 上面你也會看到了 27,500 跌穿了 那很快 兩天就滾下來了 大概跌了六百多點 好 那頂底都已經找到了 那有沒有一些supporting 去支持這個位置 是不是一個重要性呢? 那大家朋友 記住這裡 有一個叫 我同事都喜歡叫這個叫橫盤的 那你去按個按鈕 那很容易找的 就是橫號一個橫號 那你按鈕就是橫盤 記住了 26,880 65 65 60 好了 記住了 26,860 是不是? 剛才我們是不是 在market上面做的盤 都是在這個位置 26,860 的東西 以及在即市上面的配合 會看到一個短線的盤路 看到一個重要的位置在哪裏 那這個呢 就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純粹來說 就是有一個 學信息的分享 教大家是怎樣用的 好嗎? 好嗎?